因为南非现在的经济结构呢 还不同于 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越南发生了 就是说烧华人工厂事件 以前西班牙也出现了 就是排斥中国这个鞋 到这来低价卖 这些国家呢 就是如果说中国的投资没有了 他们自己的制造业呢 也基本上够支撑 但南非不同 南非现在是假如这么排外的话 他首先是呢 把黑人兄的这些劳动力丧失了 那么接下来如果再进一步排外的话 其他国家不到人投资了 南非的经济现在 有可能就陷入到谷底 所以他越是大规模骚乱出现 外来投资就越谨慎 就你治安状况这么不好 你是你不先不排斥我们 你排斥的是外来的黑人 但时间长了 这些廉价劳动力没了 我们在里面投资的意义何在呢 这轮超乱时间 对南非的形象 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尽管南非政府一再表示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证外国人的安全 但金巴布韦 波桑比克 索马里 肯尼亚等非洲国家 已着手撤出本国在南非的公民 而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众 也因为动荡的局势 对南非望而却步 取消或暂缓旅游投资的计划 为了消除影响 南非总统祖马于18日 前往此骚乱事件 最严重的德班 看是被困的外国难民 截止4月18日 警方供逮捕超过150余名 参与打砸墙的嫌疑人 同时国防军 一向爆发排外骚乱的地区 提供军队支援 所以接下来会进一步影响 外国的资本进入南非 那么南非的经济 将陷入难以为继的这种状态 所以眼下这种模式来看 如果这个骚乱进一步进行 南非的经济发展 只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这种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结果会造成 本地人和外来人两败俱伤 那么眼下呢 南非黑人的政治待遇 已大幅度提升了 可是在经济上呢 不见得比过去就强多少 就给我们感觉黑人兄弟 应该团结在一块 怎么这黑人还反对黑人呢 南非的大主教图图就说 说这一次骚乱 给南非带来的影响非常恶劣 留给世界的是一个卑鄙的背影 所以南非骚乱这事件 也是我们能够从多角度 多元化的层面来看待 国际上错综复杂 发生的种种现实问题